今天再给大家录制一些我平常使用的非常优秀的一些小的软件 针对Windows电脑来使用的 这个就是专门来下载歌曲用的 可以下载很多收费的歌曲 大家现在都知道音乐有很多版权 但是通过这款软件 大家可以绕过版权来进行下载一些收费的 具有版权保护的软件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看有账款软件 需要安装一下 大家看我安装之后就可以进入了 然后进入 大家看 这里面有很多收费的软件 有收费的音乐 大家都可以看的 大家看啊 就这个落雪音乐注视 就这个落雪音乐注视 大家看 它这个界面就是这样的 等会儿我点进去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界面 落雪音乐注视 它里面都是收费的 然后大家可以把那些版权具有版权保护的软件 然后大家可以把那些版权具有版权保护的软件 然后音乐进行立线下载 再一个 大家看啊 这个 落雪 呃 吃了 大家看 就这款软件 这里面非常丰富 所有的歌曲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不管一下下载什么收费的都可以下载 大家看 排行榜里面 有很多啊 有抖音榜 抖音热歌榜 会员榜 怀旧榜 华语榜 欧美榜 都可以 还有抖音 大家看 就是这款软件 当然大家还喜欢听个性化的 可以自己搜索 可以自己点击搜索 大家看这里面非常 还可以试听 下载之后 还 下载之前都可以试听的 抖音 大家看 大家看这里面非常多歌曲 非常多歌曲 等级最热了 来给大家下载一首 抖音歌曲最火的 2020年 最火的 大家看 大家点击这个 它就快下载了 它有一个下载的小按钮 它开视听 除了开视听 还可以下载 稍等见课 排行榜 试听歌曲 歌单什么的 很多 华语榜 点华语榜 大家点这个小按钮 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就是下载 最后一个是搜索 倒数第二个是下载 第三个是添加 第一个就是试听 大家看 最新的人试听 它开自动连接 进行试听之后 大家看 是吧 非常方便 然后点击下载 大家看 它最核心的就是下载 最新的人 乐运棚点击普通音质 它就自动进行下载了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叫落水音乐助手 大家看 它已经给我下载到桌面了 它已经给我下载到桌面了 大家看 这个 最新的人乐棚 大家看 我点击一下 点属性 大家看 MP3文件 大家看 大小三多兆 占用空间也就是三兆 是吧 它已经成功下载了 然后再给大家 讲解一款软件 就是V2ray 就是关于翻墙用的 VPN的 不过这款软件是收费的 收费的 大家都知道的 V2ray 这款软件是收费的 我们下软件是收费的 我们下软件是收费的